只要介紹新的就好了 新的就好 其實的話 新的就有我們那個 李副院長 李副院長 副院長 那其他都維持 其他都維持 故宮還是守舊比較好的 院長請坐 那我們現在就進行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的 口頭業務報告十分鐘 好院長麻煩您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大家好 好 感謝各位委員 過去給予本院的指導跟支持 正義 曾在文件會 國立台灣美術館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等 單位服務 對於現今網路世代的文化發展 有許多的想法 普上任院長之子 希望與 故宮所有的同仁共同努力 推動厭惡 行銷故宮 並積極其他博物館進行策略聯盟 塑造國家整體品牌 讓故宮得到社會 及國際更多的肯定 故宮的數位 多媒體作品 以後國際的肯定 今年參加二零一六年 美國第四十九屆 休斯頓營展 瓜狼的八大獎項 包括一座金像獎 一白金獎 三金牌獎 兩座銀牌獎 及一座銅牌獎 其中由 本院策展人 及國內優秀新媒體藝術家共同製作的 郎士林新媒體展 更獲得本次營展的首獎金像獎 及新媒體互動成人專業白金獎 針對豐碩的數位資源 本院指導委員會 建議故宮應更開放的態度 結合民間力量 進一步行銷國際 增加影響力 在國際及兩岸方面 從今年年初 舉辦有 院長亞洲製品展 布宮進城及文物撥簽影像特展 教廷文物展 青人中文物展 秦文化與兵馬俑特展 好評不斷 尤其在秦文化特展 借展方面 規格超越漁網 一級文物佔了70%以上 而在今年年底 12月10日至106年3月5日 在南院將展出日本美術之最 東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 是日本國保及其重要美術品 所賜來台盛大展出 將是精彩可期 以下 就本院105年迄今工作概況提出報告 上請各位委員指教 首先報告是業務概況 一 典長維護本院典長文物 截至105年5月13日 只共有69萬6373件 在庫房管理方面 本院持續強化庫房進出管制及各項安全機制 使文物獲得妥善保存及系統化管理 在常態性文物抽點方面 本院常態性每年分四季由院長進行抽點各類文物 105年迄今已有兩次抽點 共抽點23件文物 在文物徵集方面 本院典長配合南部院區需要徵集亞洲重要文物 105年構造文物及設政文物尚在審查當中 二 文物展覽 105年度在北部院區辦理有長社展13檔 特展10檔 南部院區有長社展5檔 特展5檔 另外拓展民眾國際視野 舉辦國際合作展 北部院區兩檔 南部院區兩檔 三 學術研究 本院同仁處在國際重要研討會發表論文 並廣邀國內外學者專家 來院進行學術交流及演講 105年迄今 學術交流有11項參加國際研討會3場 專業演講30場 或科技部支持之研究計畫共有11件 四 保存維護 本院在保存環境修護作業上 皆以達到文物預防性保存跟維護文物追加狀況為目標 105年迄今完成文物維護數量共有449件 包括修護文物方面有295件 文物狀況檢視有154件 無教育推廣 本院針對不同年齡特性及地區之對象 規劃辦理多元豐富之教育活動 以服務廣大民眾 在參觀服務方面 近年來參觀人數大幅成長 103年期每年超過500萬人次 南部院區自104年 12月28日開館市營運 到今年5月10日 參觀人次已達65萬8639人 另外提升本院教育推廣功能 至102年4月期提供本國學生 憑學生證免會參觀 103年04年整體學生訪課數 逐年增加已達到15萬及16.7萬人次 南院也比照北院院區 提供本國學生憑證免會參觀 105年4月底學生參觀人次 已經達到44192人 在文物緣席方面 本院每年定期 舉辦東令及夏令文物緣席會 105年2月2日到4日 舉辦東令文物緣討會 共有9場 南院預定在105年8月暑假期間 配合北部院區辦理夏令文物緣席 共7天21場 在專題演講方面 北部院區1到4月 共舉辦專題演講4場 為服務其他地區民眾 在院外舉辦走出故宮系列演講 3月及4月共有5場 南部院區至104年底開幕期間 共舉辦系列演講11場 在藝文表演方面 北部院區105年度 迄今在故宮 辦理故宮周末夜表演活動 藝術共20場 觀賞人數達6110人次 南部院區配合104年底開幕 105年元旦農曆新年期5月11日的 青人中文物特展開展 舉辦系列活動 迄今已辦理10場 在教育培訓方面 共辦理有 有教師演習活動 兒童親子及青少年創意活動 設立兒童創學藝中心 兒童創意中心 辦理志工招募培訓 推動美感教育 在等項目 在弱勢族請服務方面 本院105年至今 共舉辦有身心障礙 團體導覽 天鄉學校團體導覽 熱領觀眾服務 辦理複製文物教育展 提升文化禁用權資 推廣措施 提供南部院區無障礙環境 建築及弱勢參觀服務等項目 六 人才培育 教育為博物館的根本 本院歷年來 積極辦理各類人才交易 並加強產學合作 以達到人才培育期 文化傳承的目的 本年度舉辦有 大專院校相關科 序所學生來院實習 開設文物研習工作坊 及學校相關課程 南部院區配合各項展覽 舉辦教師培育 開辦文創人才培育 及設計創意競賽等項目 七 文創發展 在出版品方面 105度本院出版品銷售 營業額到三月底 為2931萬8257元 總計銷售有68071冊 在社權金方面 共計收入有1到4月全力金收入達到 有49萬2千多元 在國寶延伸商品設計競賽方面 105年舉辦第五屆國寶延伸商品設計競賽 共贈得了531件作品參賽 在創意產業發展延續方面 105年延續更名為故宮文創獎堂 於5月10日辦理公告報名 在台灣青年陶育獎計競賽方面 本院與全球策略投資基金會共同舉辦 是 謝謝趙薇 在文創參展各項活動方面 積極參加國內外各種文創展覽及涉潛活動 在安全管理方面 本院的話 除了設備安全系統控制中心方面 由專人跟科技設備採取一種複視的一個監控方式 監控整個園區內外 9的話是數位推展 共只有故宮金字文物 數位博物館知識固建制 在故宮行動電子化服務方面 有建構故宮教育頻道 加強管校合作之教育推廣 行銷推廣故宮教育頻道 開發新教案 公司合作行為全台 在市區方面的一個行動博物館計畫 有發展市區的創新應用 製作創新內容 打造前瞻體驗場域 建設open data平台 在開設故宮全球資訊網方面 也開始設立了臉書的粉絲專頁 在南部北部的話 已經加起來大約有10萬人次 在數位成果推廣方面 辦理的展覽 如下請參與書面資料 在國際合作方面 本宴的話 跟國際的重要博物館都有展覽 跟學術交流的合作 整個包含到文錄的介出 跟文錄的介入 還有一些新媒體到世界各國參與展出 請參與書面資料 十一南部院區的籌建 南部院區的話 預定整個在六月底 希望能整個包含到硬碟跟軟碟 能驗收完畢 十二北部院區的整建 北部院區的話 大故宮計畫 整個進行到第二階段的一個環境影響評估 不過的話 目前台北市政府認為新政府剛就任 所以他希望說我們進一步確認開發的內容以後 再提給他們做環境影響評估 所以目前台北市政府環保局 是暫停本計畫的一個審查作業 十三個階的贊助 本院將以更透明開放 並加強監督機制 然後依照相關的辦法來執行各界的一個贊助款 十四付售餐飲方面 我們目前的話已經消費合作所已經解散 目前有關餐飲服跟博物館商店是委外辦理 十五預算執行方面 在故宮博物院部分的話 在稅入方面執行率達到有105% 稅出方面的話比較低一點有59.97% 主要是因為南部院區的一些工程 在做最後的一個研收 在基金會方面稅入的話 是執行率的話是92.82% 稅出的話是104.772% 那至於未來的工作方面 本院將持續推動南部的一個 南部院區的市營印跟BOT的整個計畫案 那北部方面的話會辦理整個擴建及整建的計畫 那再更根據那個國際兩岸交流方面 在國際交流方面 我們的話目前包括有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辦理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等十項 請參與書面資料 在兩岸文化交流方面 積極大陸知名博物館進行管制合作 學術交流及文物的一個商界 規劃更豐富多元的一些展展展 希望能拓展國人的視野 在深更跨域人文科技創意教育及提升人臺培育連結方面 我們將更序辦理社會教育、學校教育、文藏人才培育等項目 無在持續本念的文物修護方面 將積極扯受文物保存修護及科學檢驗中心 希望能提升完備的科學檢驗技術 加強文物跨領域的合作跟研究 六的話是積極推動市區行動博物館計畫 七是北部宴區老舊設施的一個更新 這一部分因為政管及行政區域 在北部的宴區當中已經有54年的一個 興建到現在已經超過50年 那20公頃當中有很多結構需要去強化 那有一些設備需要再加強 所以在北部的一個更新計畫方面比較急的 目前比較急的包括院區的坡地、整地 然後景觀的改善 然後政管跟行政大樓、書文線管結構的補強 那包含到機、水電、空調等電信改善等項目 那其他項目的話我們會依照105年度的計畫持續辦理 那最後的話我想因應我們 時代變遷跟博物館發展的趨勢 本院將不斷求新求變 納入新科技、新思維、開發新業務、發揮新功能 期盼在各位委員的支持跟指導下 讓本院更能與時俱進發揮現代博物館 各項專業功能提供符合民眾需求的創新服務 並配合政府、國家的文化交易、觀光政策 推動博物館聯盟推廣計畫 並立未來博物館事業永續發展 以上報告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院長我們本會又來了許智傑委員 還有吳思耀委員 還有張廖萬堅委員 還有吳志揚委員 好 好 院長先請回 好 那我們現在先請許智 現在進行巡答 每位出席委員巡答時間 本會委員10分鐘必要時的延長2分鐘 列席委員巡答時間8加2 10點截止發言登記 委員如果有臨時提案請於質詢結束前提出 處理提案時 若提案委員及連署委員均不在場 原力不予處理 我們首先請許智傑委員 一百幾筍喔 主席大家好 我們請院長 院長請 許智傑委員早 院長早喔 是 院長我們還是先關心一下我們南故宮 是 因為畢竟是我們南部所在地 所以也希望說將來院長 對南故宮可以多花一點心力 那這個 這個水上樂園 南院水上樂園 院長知道嗎 有聽報導 但是我上個禮拜六 特地到南院看 那目前整個 因為它當時玻璃圍幕交合的問題 那已經從 還兩它拆了以後 處理好了嗎 目前的話 正在測試 用 做水壓的一個測試 所以有沒有信心把它處理好 就那個營建署來 他是希望說六月的話 能把它處理好 六月可以處理好 六月底的話 他希望能完成驗獸 那因為迅紅期到 我也很關心 所以的話上禮拜六 就特地到南院那一邊 院長知道他已經漏水了兩次了嗎 有 知道 在一月份就已經漏水了 然後在四月份就漏水 人家在說那個 做醫生怕地騷 總部才會怕吃豆 做陶醉會怕什麼 怕抓牢 怕抓牢 這個是事實 所以我知道做陶醉對抓牢 這個問題會比較鬧緊 但是已經發生過兩島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六月沒雨季節 如果再不處理好 到時候可能不只是水上熱源而已 搞不好變成水上游泳池 所以是不是說院長 在這個部分可以多花一點心力 趕快把它處理好 是 會 好 那第二個問題 你知道那個電梯曾經在裡面卡過人 你知道嗎 南故宮 也有聽過報導 南故宮 也有聽過報導 是 所以呢 其實齁 要跟院長講一下 就說之前我曾經答應說 如果市營運有如期開幕 我要送雞排珍奶一百份對不對 所以我也真的送去了 但是那時候如期開幕是說 你不是浩大喜功 不是因為馬藝而勉強提前開幕 而是因為裡面通通已經做好了才開幕 所以當時其實我為了兌現我的諾言 我也送過去了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好像被騙了 就裡面都還沒好啊 你看漏水問題一再的發生 電梯卡住人 所以我覺得邀請院長 是不是賠我一百份雞排珍奶 沒有問題 賠我一百份雞排珍奶 來請我們委員會的所有的出席的官員 跟我們的委員這樣好不好 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 是 抱歉給你一條小條 不會 這是出味出味的 就是說一來我覺得我們是很有誠意的 去要求南故宮的進度跟品質 二來我們也希望說 將來院長能夠更注意 前朝發生的錯誤讓你來承擔 其實是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再反映一下我們現在消費者 對南故宮的心聲 這個是在網路裡面消費者他自己整理的 替我們南故宮整理的一些心聲 他就說進場的便利心跟手續非常的繁瑣 裡面的經營是不同單位負責 結果他進去還要換票 我一樣到了南故宮我還要換票 你會不會覺得很誇張 到這麼麻煩我是不是要換票 然後驗票呢 一樓有查票 二樓還要驗票 到底要經過幾關 所以這個是我不知道院長知不知道這個問題 這個是網友他整理出來的 我提供給我們故宮當作參考 也希望這個部分可以去改善 動線也好 展覽的項目 當然龍杖經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典場 我記得之前我也曾經質詢過 我們的白菜跟肉行使 事實上不是只有一個嘛 那我是這樣建議 就是南故宮 也可以擺白菜跟肉行使 那因為北故 我們白菜跟肉行使 有比較大跟比較小嘛 那比較大的你就放在故宮本院 那是比較小的 我希望將來我們南台灣 我們因應新政府有個南向政策 那我們南台灣可能可以變成南向基地 包括我們高雄可以有空港跟海港 那包括我們整個南部的文化 事實上應該用這個角度來整體的提升 好所以呢 是不是我們考慮除了龍杖經之外 我們的炊魚白菜跟肉行使 也可以看怎麼樣佈置在我的南故宮裡面 然後長期可以當作一個參展的項目 好是不是這個部分院長可以答應 還是要再研究一下 這部分我想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針對那個消費者心聲 這一部分我們會虛心再來檢討 尤其在整個服務他們參觀的一個動線的規劃 跟它的流程 我們希望將來更簡化 讓民眾的話到博物館真的有溫暖的感覺 所以的話這一部分 我會盡快跟我們南面的同仁 針對它一個參訪的那個流程的話 對啦 這個過程驗票檢票 這個可能要趕快檢討一下 那至於說那個重要文物的話到南面那邊展出 然後吸引民眾去參觀 這一部分南院它後期的話有增加一個叫自保廳 就是說我們的話重要的寶物 不僅北部看得到 也南部的話也能欣賞到 還有什麼 現在正在展的就是翠魚白菜 翠魚白菜 那接著的話會有肉行使也會下去 所以的話我們也希望說南北的話 所以那個翠魚白菜跟肉行使它會是輪流下去 不是固定在那邊 將來的話因為我們重要的文物其實也蠻多 所以的話就吹白菜跟肉行使以外 其他的話還是會陸續 當然我知道其他的保護很多 故宮保護很多 保護很多 我想現在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詳的就是白菜跟肉行使 最受翻譯的 你上所有的不要包括不只包括中國 包括全世界各地來 他大概都會想去看白菜跟肉行使 那當然他如果到北部 那當然他就去北故宮看 但是他也許到我們南部 因為生意關係可能只有半天的時間 他也許就不見得能夠北上 那對於我們南故宮的一些點長的加強 我覺得我們應該再多花一點心力 好 那個故宮知不知道 那個院長知不知道今天早上自由時報的電子報 說我們那個王處長因為居公結尾所以趕快給他寄個宮 寄個小宮 寄宮跟家獎 那個王處長在這裡嗎 王處長在 王處長喔 王處長請教一下那個故宮的那個所有的是不是都是你負責 就是說我看報紙是寫說因為那個王處長把那個點長 然後呢順利的從北運到南部 所以居公結尾所以居公這樣是不是 是委員是要我們王處長來 我先做個報告 那個院長知道嗎 大類清楚 因為其實的話 北部本院跟南部的我們的南院 其實這一些整體的一個業務 它是統籌上的話是還是由院本部這邊在做 我知道這個當然這個是 就是寄宮當然不是處長 是處長怎麼可以給自己寄宮 原來是北部寄宮的嘛 是 好那我請教校院長 那有一些運送的辛苦 這個我們當然知道 但是有一些問題出現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也是南處長負責的 他是負責整個營運 負責整個嘛 所以其實應該 那有宮是不是要有過 那寄宮是不是還要再寄過 這一部分因為公務體系它有一個人評會 它有一個作業程序 可是我是覺得我們很客觀啦 是 該誇獎的要誇獎 該要求的要要求 那今天真的是有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有這麼多的問題發生 那今天公跟過其實是很難論斷的時候 卻在520之前趕快寄個公 我認為這個真的是不恰當 這個公過的話它是分開啦 那當然的話 公過分開那有寄宮就有寄過 寄宮的話 那要不要寄過 寄過的部分 或者說有缺失方面 你至少暫時不要急著這麼早寄宮嘛 缺失方面我們將來會 為什麼要這麼急著 520之前趕快寄宮呢 還這麼多事情還沒做好 這一部分的話 因為是前任院長 他們也可能考慮到從90年內 王處長 不好意思啦 不是針對你啦 是針對就是 事實上難故宮 你有功勞的部分 也有做不好的部分嘛 我是說我雞排真百都請了對不對 但是後來後來發現問題那麼多 還漏水還電梯卡人 你去現場看 是 這部分的話 因為工程當然有分別的部分 我知道 因為院長都跟我說 之前的院長都跟我說 那都是營建署的事 怎麼可以多怪營建署呢 後期的話 我想我們儘可能 儘快來通盤的一個檢討 所以我再請教一下院長 南故宮的事 如果工程做不好 是營建署的要負責 還是南故宮也要負責 還是我們故宮的院長也要負責 都要負責 都要嘛對不對 所以這不能說它是分開的嘛 功勞都是我的 過世都是營建署的 這怎麼會公平呢 是我們努力趕快檢討 希望說南故宮要把它做好 這個部分希望院長可以做一下檢討 是 好再來那個院長 十二射手 是 射手 瘦手 要講清楚 瘦手就是南故宮前面的瘦手 是 這些 我們故宮典藏都是真品 對不對 那我覺得十二射手 是仿冒品 仿製品 它不是一個 之前我問過前面的馮院長 他說這是一個公共藝術 我認為公共藝術至少它是個創作 它是一個新的創作 不應該用仿冒品 來擺在我們現在的南故宮前面 我們看不習慣 我們看不順眼 院長你覺得如何 就了解公共藝術它因為必須要依照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來設置 那這一個看來它是裝置性的一個作品 所以的話它不是公共藝術 那裝置性作品它就沒有依照公共藝術審 好 所以它不是公共藝術對不對 是 所以院長應該跟我看法比較相同 我們把十二瘦手拆掉好不好 這一部分我沒有既定預定立場 將來的話我希望說 聽取各界的一個看法 然後也知道一下 因為已經約了建築師 我希望這樣子院長去研究 就是十二瘦手 這個是仿製品 這不是真品 我希望故宮擺來都是真品 甚至是一些文創一些公共藝術 至少也是首創 這樣子才符合故宮的一個意義 好 所以我希望十二射手 我現在就主張奔西 在此主張 公開主張把它拆掉 這一部分我會召開公聽 好 希望說那個 院長好好的研究一下 好 最後一點呼籲就是 南故宮跟北故宮 我們希望要平衡 是 我們南部真的是 那個文化被忽略太久了 好 所以呢 甚至大故宮計畫 我覺得都不見得要做 故宮要怎麼樣去補牆配套 好 北故宮要怎麼樣去補牆配套 這個我沒有意見 這個院長再去研究一下 但是整個大故宮計畫我不贊成 我希望說你要擴充那麼多的大故宮計畫 不如把我們南院 看好好的把它提升好 然後把南北平衡好 然後讓更多的國人 甚至北部的好朋友 願意到我們故宮南院去參觀一個不同的故宮 我想這樣子才會發揮南北平衡的效果 也才不會把資源 你再蓋一道北故宮 搞不好我南故宮 到時候又去的人又更少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南北故宮的平衡 整個國家 博物館跟文化的平衡 我希望說院長可以站在這個地方 為南部思考 為全國平衡 重新做一個考量 這樣好不好 謝謝委員 我們會努力 這個部分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希望說院長 可以讓我們南部覺得可以抬起頭 昂首闊步說 我們南部的文化也是非常的強的 不要看不起我們南部 都以為我們比北部還要差 這個我覺得我不能接受 所以希望說院長可以站在全國的觀點 做一個不同的考量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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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時間喔 不好意思 院長先請 不然蘇小會要抗議 我們現在請蘇小會委員 好 主席我們請院長 院長請 好 院長 搞炸 第一次站上這個背巡台會緊張嗎 不會緊張 還好啦 但是很疲憊 很疲憊 我才第二個而已 後面還很多個 對啊 院長幫你加一下 麥克風可以聽得比較低 聽得比較低 對 這樣比較聽得比較 沒有 我看到院長 很像看到一百天前的我 感覺 這樣剛站上來 確實是覺得 這個台子 讓人覺得講話壓力很大 但是我想院長 其實過往你的豐功偉業 確實是非常的多 如果不但有在文件會 有在奇美博物館 有在這麼多的相關的單位 那都帶領得這麼好 而且可以讓這個文化資產 能夠靈活運用 讓廠業能夠更發展 這難怪林權院長 指派你來做這個 顧宮的院長的時候 是希望你能夠運用你過往的經驗和專業 讓我們顧宮有新的佈局 有更大的格局 讓我們可以跟國際能夠接軌 我們對你也都非常的期待 跪整個故宮的同仁 也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有信不信沒有 人真打招 有啦 比較大聲的這樣就可以了 我相信是這樣 那不過 院長我們今天在這裡 我想第一次的這個 我們在這裡做巡答 我這個維持我的風格 我還是期待是從一個大的方向 大的面向 整體的計畫來請教院長 所以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是說 今天在您的報告裡面 琢磨的部分 比較多的還是對過往所作所為的敘述 對於你一個新任的院長上來 帶領一個團隊 即便是同仁有新有舊 有繼續努力的同仁 也有新任的副院長 那可是我們目前看到 對未來的規劃是還比較少 所以我希望利用今天的這個時間 還是能夠多聽聽院長的想法 因為說實在啦 這個就是故宮目前來講 從大的面向來講 就是北故宮和南故宮 北院和南院嘛 那故宮一定就是大故宮計畫 你的態度 南院就是南院的定位 你的態度 所以我想今天本席在這裡喔 就這兩個大災問 就院長這邊請你做這個 在這邊能夠做更清楚的說明 那我們就先談北院的大故宮啦 我想院長這邊一定比我更清楚 我們當時之前的院長 之所以要推動這個大故宮計畫 就是為了要解決我們故宮所珍藏的這些文物 已經太多有到達幾十萬件 陳列的空間不足 那參觀的人次也逐年在攀升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妥適的空間 能夠讓我們的這些文物這些寶物 都可以有適當的被展出的這個 都有這個適當的陳列喔 因為我們從我這邊看資料 你是說2008年是220萬人 到2014年已經到了500萬人 那我們一共只有2200坪 25個陳列市 這個地方實在是人太多 陳列市不足 所以我們應該像國外的羅浮宮也好 大英博館也好 我們應該要有擴展的計畫 可是很明顯的 在台灣的現在這個北院的這個位置上面 如果你要擴建 勢必對當地的衝擊是非常大 不管是環評也好 不管是交通也好 所以面對這樣的狀況 過往我們在請教馮前院長 這些前院長的時候 大家的態度甚至是即便在上一屆的委員任期 第八會期的時候 有把這個預算給削減了 可是院長都還是要認為說 這個計畫一定要推 要續建 好 那問題很簡單 我今天就用這個時間 讓院長說說你的態度 你對於大故宮計畫 你的態度到底是如何 院長我希望你這個地方 因為接下來的委員一定也是問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先做一個比較清楚的順便 不要說我只有召開公聽會 聽大家的意見 你的態度 大故宮續建與否 大故宮的一個興建 剛才委員已經說得很清楚 那其中的話包括 因為確實一些文物 我們的文物蠻豐富的 那假如說依照目前的空間 我問過同仁說 我們要把它展完的話 要三十幾年才展完 我們的保物實在太多了 所以空間上當然不足 另外的話就是說 現在參訪的 人數真的很多 這些的話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大家一直覺得說那個品質不佳 好解決啦解決的問題 也是時間優寒喔 所以為了要解決這個參訪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品質的提升 或者說我們展出的空間也希望能拓建 那其實的話除了展出空間以外 現在典長空間也不足 所以這些空間的一個調整的話 還是勢必的話是需要去考慮 另外的話我也提到就是說 因為故宮已經在那邊 從1965年開始 蓋了以後50多年的時間 這裏換他的手都要管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打斷一下 因為我在這邊要詢問的是說 你在你的口頭報告裡面 對於續建與否 目前你只提到了說 這個台北市的環保局韓文說 5月10號的時候 待新政府上任再來告訴我們 到底大故宮計畫是不是要續建 他剛才理由我都說過了 剛剛理由人太多 典長空間不足 這個問題我們都知道 但是問題是衝擊真的很大 所以在兩者有衝突的狀況下 不曉得院長的態度是如何 我是比較希望說能創造雙贏 一方面的話也滿足現在 台北本院的這個需求 剛才提的 展出的空間 服務的空間 典長的空間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的話也 期待的話對民眾這一部分 能減少對他們的 包括生活的衝擊 交通的衝擊 所以將來是勢必會 需要說去調整 好 那院長 這今天第一次 我喜歡 我也贊成你要雙贏的態度 因為本席也是這樣認為啦 那接下來未來我們的質詢 就會看看 是不是有朝院長雙贏的方向去進行 比如說我在這裡提供院長 和故宮同仁一個建議參考 這個我們這個國立台灣博物館 在228公園那邊 其實它就不見得是擴建新的展場 而是利用台北市內現在既有的歷史建築 等等這些去做一個文化資產的保護 除了保存了建築的本身 並且把這個空間再活化利用為展覽空間 我認為這個方向就是一個可以值得推廣的彩型的方向 所以要增加成立的展覽 不見得一定要蓋新的展館 而是可以利用現有寄存的歷史建築物 這個或者閒置空間 這是本席認為可以考慮的方向 這院長參考 那未來我們的質詢 我們還會面對一起共識很久 我也會監督很久 那這個方向我們就繼續來看 那希望院長能夠做到雙贏的這個部分 大故宮計畫 那接下來就是南院 南院一定也是要問院長的態度 院長 南院喔 在這個馮前院長的規劃帶領之下 他是朝向要定位為亞洲藝術博物館的方向在進行 那本席呢上一次也在馮院長的帶領之下 我們有去考察 我們朝偉有安排這樣的一次考察 確實南院的展覽內容 坦白講我必須說真的是豐富 真的是精彩 但是我也還是要回過頭來說 我們南院當時設置的目的之一 就是為了解決剛剛所說的北院的陳列空間不足 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來看喔 這個南院他現在的展覽物件 有多少是從北院過去的 69件 北院69萬件 69萬件的展覽品當中 去到南院的只有1675件 是千分之 不是百分之喔 是千分之2.5 所以你剛剛說我們北院30年都展不完的東西 為什麼沒有到南院去 也就是說南院並沒有發揮它的功能 所以這回過頭來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南院的定位到底是哪裡 我們到底把它定位的是故宮的分院 讓我們既有的更多的好東西 可以讓全國甚至全世界看到它 還是是我們要再另外再屁一條路線 變成是亞洲的藝術博物館 我覺得這是上位的問題 也是領導者最需要思考的問題 做一個院長做一個領導團隊 我想從剛剛的大故宮計畫是否續建 還有南院的定位問題 這都是院長應該要提出來的 如果今天第一次就可以提出 我相信非常好 但如果還沒有完成有足夠的資料 我覺得也繼續努力加油 因為我們對你的期待真的是非常高 我們很期望能夠在院長副院長 整個團隊的帶領之下 故宮可以從過去的大中國宮廷品牌 變成你所擅長的能夠推動的台灣的國家文創品牌 這是我們對故宮的期待 也希望院長副院長和團隊們可以一起來努力 那院長你現在要說一下嗎 你對故宮的想像到底是什麼 我們真的很想聽聽看 看你要說南院還是要說北院 還是對整個故宮團隊的故宮的期待 你帶領的故宮到底要走到什麼樣的方向 是我一直覺得說博物館事業是很重要的文化事業 那博物館整體的一個發展對社會 跟未來民眾的生活提升都很重要 所以的話就我未來一個推動業務方面 其實蠻期待說故宮有很好的一個能量 很好的研究的成果 好了這些我們講的文化或者說文物 那我們希望說能透過故宮努力能結合我們各縣市的博物館 去落實我們整個博物館的一個藝術交易 這個是我一直想做 那也希望說透過故宮來協助我們各地的博物館 它未來比較健全的一個發展 那在國際上我也蠻期待就是說 因為故宮的能量它是國際重要的博物館 它是行銷台灣文化很好的一個 這個就是它的資產 所以的話我們蠻期待能不能透過故宮跟國際更多的合作 而且的話我希望說將來是以比較共同策展 或者說將來有比較重要的合作 然後行銷台灣 這些院長你提的方向我都贊成 但是我希望下一次當我們招委又排故宮的時候呢 我們就希望能夠聽到更具體的計畫 你的方向我都認同技術方面我也都肯定 但是我們未來就期待能夠有更具體的計畫 本期還是期待在院長的帶領之下 從大中國的宮廷品牌 變成台灣的國家文創品牌 這是我們對新團隊的期許 謝謝院長 謝謝委員 好 我們接著請吳智洋委員 主席有請 院長請 院長好 你那個麥克風我剛注意到麻煩你把它調跟嘴巴近一點 對 剛剛聲音都太小了 我也很早 好 院長 對故宮來講你是一個新的人 但是我們知道你過去經歷也蠻豐富的 尤其在文化行政上面 我們看一下你的資歷 非常非常的多元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這中間有一段就比較是有缺的 就是從2012年4月 國台交團長退下來以後到今天 這一段時間 這一段時間不可能是空白的 請問一下這段時間你大概在從事什麼事情 我在奇美博物館因為他是擔任他營運總監 所以的話退休下來一直在奇美博物館那邊服務 然後另外的話在民間方面有一個雅凱電腦引導人公司 我看一下雅凱 雅凱 這個雅凱是我們注意一下 因為我現在在幫你注意一個問題 這雅凱 香港商的雅凱電腦引有限公司 就下面這一個 下面這個 跟這個雅凱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都叫雅凱 而且他們的地址應該就在隔壁 而且資本人都很少 這兩家關係是不是都是你的公司 這兩家它是 其實的話它投資公司 是一個國際的一個引導覽公司 它的話目前 是不是都是您任總經理 兩間都是 兩間都是總經理 好 那就好 因為這個很像 可能在投資投標上面需要不同的 需要 我知道 那我們的資料顯示 香港商的雅凱電腦引有限公司 就是下面這一個 是 它曾經標到故宮南院的語音導覽服務委外經營 是 是不是有這回事 有 有 好 好 那這兩間公司除了故宮南院以外 還滿豐富的經驗 在這個台美館 傳統藝術中心 以及在101年度 102年度都有故宮廠設展的APP的一個服務 好 我舉這個意思就是 這個都是這個公司做嘛 這兩間公司承包的 剛才提的像傳譯還有幾個APP的那個 那個是我還沒有去以前 好 我想請問一下你何時擔任這個 雅凱藝術公司的總經理 102年2月以後 102年2月 好 那您什麼時候離開這個公司 在4月30號 就是要就任我們 我沒有在今年演夜的時候就已經跟總公司 其實的話去年就跟他請辭 但是實際離職是4月30號 4月30號 好 那我想提醒你 我想提醒你 下一張 這兩個法律你看一下 這兩個法律你看一下 第一個叫做公職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一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 你應該熟知的叫做旋轉門條款 旋轉門條款 它主要是原來在這個公務員 後來到民間的時候 它有一個旋轉門 那當然你中間原來在那些國台交啊 這些管應該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有注意一下那個時間點 跟你懲罰實驗 可能 可能沒有這個問題 可能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比較在意的是我們現在這一段 你剛好是相反 你不是從公務員變民間 你是先承攬了相關的 比如說故宮相關的一些標案以後 現在倒過來變成故宮的院長 當然以這個法律來講是沒有違背 沒有違背 但是我要提醒你下面另外還有一個法律 叫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這條法律 我想你是很優秀的公務員 我想你也應該知道這個法律 你看一下它的規定 這是公職人不得假借職務上的權利 機會與方法 突擊本人或關係人 那關係人可能就是講 你之前曾經任總經理的這些公司 也都是關係人 這一部分的話未來我會有關係 所以我現在就在提醒你 因為你中間有兩段 都是跟藝術有關的行政 公務人員的資格 而且中間這一段偏偏 除了其美 我想沒什麼意見 就是這個雅凱這個公司 它偏偏就是乘坐這些 相關的藝術單位的 這些公家藝術單位的這個標案 你大概沒有想到 你又有機會回來做故宮博物院的院長 是沒有想到 所以這個中間有兩段公尺 就是中間夾了一個很有關係的私人的職務 我在這邊提醒你 你要戒慎恐懼 因為這個時間點 有時候一下疏忽了一下閃失了 就會有瓜田裡下的嫌疑 所以我是 對我善意特別提醒你 目前幫你大概看一下 目前大概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提醒你現在既然上位了 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記在心上 在所有的故宮博物院的行政業務 有牽涉到發包的部分 應該要注意到相關利益的一個迴避 還有就是揭露 這個就是我們從中研院的這個問題 我們就可以發現這個是差不多的意思 好 接下來我要請問一下我們的院長 我想您跟大陸那邊的藝文界應該也蠻熟悉吧 是 也曾經有很多的交流 你認為520以後兩岸的藝文交流 是不是應該要持續還是要加強 還是要稍微限縮一下 未來的交流我是比較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 那假如說對方假如能秉持說平等 然後互相尊重 我們的話都願意繼續跟他們交流 那我們先講就是說不要講太遠 我們講兩個故宮之間 你覺得我們兩個故宮 台灣的故宮跟北京的故宮之間 要怎麼樣互動是比較好 以往的話就兩岸的故宮 它有固定的一些合作 就是說包含人員或出版品這些交流 我是不要講以往 以後你要怎麼做 你上任 而且是520以後 目前他們是有提到 就是說他文物不借我們 但就未來的話 我想因為剛就任 希望說多溝通 在學術上的話交流 或者說我們未來的 我們的態度上是希望 還是要多交流 對不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事情 你可能要表態了 你知道對岸的故宮 之前我們也有委員有舉發 我們的很多文物對岸是以侵權的方式 在展示 在展示 比如說我們故宮出版的 掃描我們故宮的出版品的圖像 他自己做成書在賣 這個你應該知道吧 知道 那這個案子已經拖很久了 那院長請你表態 這案子怎麼處理 你知不支持提告 這一部分我們的話 真的好幾次的電話 吹請他補申請 但是好像沒有回應 你知不支持提告嗎 我會還是希望說 透過律師當中 用律師喊 陳正喊 再吹他一次 假如說他還是沒有回應 我們就會依照兩岸制裁權的一個保護協議 然後提請大陸的一個 對他的版權局他來處理 我想院長你大概是講 在純正信函上面 從來沒有用你的名字出去過 所以你想再發一次純正信函 是不是這樣 沒有 不是 這個的話還是依法行政 我們的話是依法行政 你的意思就是說 一定會去提告 如果他沒有善意的回應的話 要提告對不對 還是應該依法來處理 因為我們依照我們的作業要點 就是制裁權的一個 我提醒院長 這個520之前 尤其是民進黨的委員 也特別在意這件事 事實上我是律師 我也是覺得應該要提告 是 不必擔心其他的事情 是 所以我希望尤其520以後 這個事情要講清楚 是 沒有打混的空間 是 沒有打混的空間 接下來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就是剛才很多朋友講的 南院 我們發現現在南院的參觀人數 我們一直希望他在市營運的時候 我們增加開放他的每天的限額 可是我們發現你實際統計出來 開放限額以後 好像實際參觀的人數一直在減少 你看一下 從大概過年期間 春節2月的時候是打到高峰 之後一直一直往下降 從18萬多到現在剩11萬多 今年這個月5月算起來大概也只有11萬出頭 再看一下下一張 這個是南院在各個營業據點裡面的銷售額 我們發現全面的大幅下降 尤其是博物館的商店這個部分 所以我都很擔心你 市營運期間到6月30號 要正式開幕嘛 是不是 那你正要正式開幕的時候 怎麼會突然整個業務 整個往下降呢 院長是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我大力清楚 就是說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起死的話我們是前面三個月免收門票 所以的話它有切死的話 包含到因為碰到連續假期 所以當時幾近8、9千人 那3月到4月1號開始我們有 只有贏嘉蘭地區的話是免收門票 其他要收門票 門票是多少 門票的話是全票的話是250 然後團體票230 然後優惠票150 那其他學生有18種的話是免費票 看顧工的費用 250 這樣子影響會這麼大 我當時還有特別在提案 說你雲嘉楠的配額多開一點嘛 甚至不要先 這個是一個原因 你這樣人次就減少了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其實的話 我們的話也在控管那個人數 尤其的話像開始4月為了做一些整件的時候 然後在預約員偶方面有降低 對 院長我很擔心喔 但南院我們希望一開幕就是轟轟烈烈 是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看起來就是有一點前頭熱 好像慢慢的冷下來 是 這是非常非常可惜 是 我們從6月開始也會再提高它一個預約額度 稍微給我再最後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我就不請副院長上來 副院長我知道您是這個南洋舞蹈團的 這個 您的專長 我注意到你們兩個曾經共識過 你們兩個曾經在文化部的時候 一個是主秘 一個是主委的基障秘書 是 所以你們應該是很熟 而且可以一起做 作業 但是我擔心一件事情 因為 我感覺上以你們兩個的這個搭配 其實你們兩個應該去文化部 你們這個搭配去文化部最好 因為你們是文化行政的專業 涉略的也都是這些 但是我擔心你們 就是過去比較是屬於幕僚型的 也許你可以做很多的這種工作 可以做得不錯 行政工作 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到 您對 剛剛小慧也講了 這個 大故宮的計畫 南院有什麼開創性的一些想法 我很擔心 你拜託 你擺脫你過去可能比較幕僚的性格 你要站出來 故宮是站得上檯面的 你要有規劃的能力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先預告 因為故宮不是說你會執行行政業務就可以 故宮跟中研院 甚至很多國立的大學的校長 除了要有行政能力以外 多少都還要有一些 學術或藝術的光環在那邊 比如說諾貝爾講 比如說什麼 藝術巨擘 可能要這樣子 我覺得你們兩個在這方面 確實是稍嫌不足 這個你要改變你故宮的文化 要不然我相信你帶故宮的人 會帶得非常辛苦 因為他們多少會有一點 那個行業他們自己的一個 一個榮耀感 你們兩個並沒有帶給他們這種 身為長官的一個榮耀感 這個你要改變你們的文化 要不然你會帶得很辛苦 好 謝謝委員 院長 先請回休息一下 因為你說第一個就很累了 所以多做一下 好 可以喔 休息一下可以喔 明天請無私要委員 好 謝謝主席 好 院長請 院長請 院長有點累 那院長多休息 我講給你聽 我想今天我非常珍惜 第一次可以跟您在這裡做一些對談 那我會把我對於故宮的新想像 那我會不惜的分享 那希望能夠對於未來 院長跟副院長的推動 故宮的轉型跟改革 能夠有更多的共鳴 那接續前一位委員的捶詢 確實 確實 當初被任命 呃 林院長來接掌故宮 因為您過去跟故宮沒有 深刻的淵源 所以被認為這是一個跌破眼鏡的任命 被認為這是一個跳痛的 另類的任命 但是我認為 這樣 最好 因為我們要打破的 就是故宮過去高高在上 故宮過去那樣一個宮廷交氣 我們要打破的 我們要推倒的 就是那一座故宮的高牆 所以我非常的期許跟期待 換人做看看 就是要打破這樣的文化 但是 確實 如何能夠從整個組織文化去革新 您確實也面臨到 剛剛吳志陽委員 他所提點的困境 你如何能夠把這樣的高牆推倒 包括老故宮人的那個心 那首先我要講 我有點小小的失望 院長 我過去幾次看您在媒體的 對於故宮未來的新願景 新想像 我充滿期待 但是今天的不管是書面報告 或口頭報告 我認為您流於過去一般般的流水障 我覺得 真的 不要被制約在 這樣子照本宣科當中 您的雄心壯志 也千萬不要被淹沒在 這樣子一個深公大院裡 想做的勇敢做 大聲說 推倒故宮的高牆 我們給你支持 下一頁 故宮是誰的故宮 院長 我今天四個面向來論述 也做為執政黨 但是我秉持的觀念還是一樣 我的價值還是一樣 文化不應該為政治服務 文化不應該為藍或為綠服務 我想即便即便現在您要改革 但您也把這樣一個重點的提醒 放在心上 去政治化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是本席對故宮很大很大的期待 它要是一個人民的故宮 不是高高在上的故宮 要親民 要敬民的故宮 當然故宮承載的另外的任務就是 你要落實文化的平權 弱勢的 偏鄉的 要比過去更進步的 把文化平權的觀念 放在故宮的 不管是研究 不管是教育 不管是展示 不管是點藏的分享等等 文化平權很重要 做到文化平權 這才是人民的故宮 當然連結美感教育 這非常重要 而過去只有說而做不好 人民的故宮 是我第一點對您的期待 第二個下頁 創新的故宮 我想這個就是您的專業 您提到說 南院北院 都可以成立一個策展委員會 讓這個策展 是更透明更公開 引進民間的專業 突破過去的 那樣子的運作方式 我給您肯定 什麼時候會有這樣一個 策展委員會的成型 會最近就會開始 很好 這是第一個試金石 這就是一個組織的創新 創新的故宮 第二點 我想 不用多說 您過去在工藝發展 研究發展中心 打造了這個 E 這個國際品牌 十大國際的 新創品牌 就來自您的手上 被英國的媒體 Salon這樣子 來稱讚 我覺得 文創領導品牌 這個我對您有信心 廣用新媒體 這也是您的擅長 來 下一頁 新媒體我很簡單的提醒您 四大博物館新媒體的經營 就用最一般熟知的臉書好了 這樣的數據 我重新update 上次在錘尋逢前院長的時候 我也拿出來 新媒體的運用 臉書的運用 大英博物館的粉絲團 是118萬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是167萬 羅浮宮 新管家舊管 是216萬 而故宮的南院跟北院 嘎嘎 9萬5 院長 你的挑戰 我相信你可以善用新媒體 這是你的專長 下一頁 南院北院 您現在看到 北院的臉書 7萬4 而南院有成長2萬 這不是一個新媒體的運用而已 其實我們把這樣的新媒體運用 其實它不只推廣我們的展覽內容 我覺得它是一個教育的平台 它是一個美感教育的平台 它是一個文化平權的平台 您一定要強化它 我也期待你做得到 下一頁 第三個 故宮應該是 全台灣的故宮 我們要打破過去 北院高高在上 南院幾起直追 眾北親南過去是這樣 雖然我們一再承諾 未來會改變 但是南北一體如何落實 不再一院兩制 不再基同鴨江 不再存有誰高誰低的那樣子的 BIOS那樣子的偏差的思維 這是您的挑戰 而我特別要提 南院剛剛很多委員追尋過 其實您當初上任前說 520 南院只要是故宮發包的 一定要完成驗收 現在沒有 對不對 有點小小的delay 我也在這裡不忍苛責 畢竟 你還沒有上任 你是第二天第三天而已 那個時候您的發言是上任前您的期待 您說 故宮不管是營建署發的包 或者是故宮自己發的包 都是故宮要負責 我肯認就是這樣的被榜跟責任的承擔 會不會再跳票 你說的喔 故宮自己發的包 520要完成驗收 現在delay了 然後連同營建署發的包 無論如何6月底要完成驗收 會不會跳票 呃 他目前 欸你的麥克風 昨天我問了藍院 那目前就是說 顧光發包的6月底會營收完 目前掌握是這樣 是 好 過去東西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雖然這是過去的共業 也就是為了粗糙的開幕 而造成這樣子的後患 但這個爛攤 未來帳就記在您頭上 無論如何努力 但是如指比如期更重要 不要以再像過去的政治工作者 永遠啊幾號幾號時間壓了 說了很好聽 然後壓榨下面的包商 做出來趕出來的 是不堪檢驗的工程品質 我也不期待 所以 南院的軟硬體的善後問題 一定要處置好 而北院大故宮計劃 在我的選區 過去的市議員選區 現在立委選區的隔壁 也是我廣義的選區 台北市環保局已經終止了環評 留待新政府來處理 我個人來自於這個地方 我對於大故宮計劃的想像 您剛剛也說雙贏 在這裡具體的講 它確實面對了 生態的衝擊交通的衝擊 但是我們必須去面對 北院就是點藏 跟展示空間的不足 雙贏怎麼做 你可不可以具體的講 還是會部分啟動大故宮的計劃 但是是減少量體 是減量的方式來執行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思考 這部分未來還是必須要算好說 未來我們的一個展覽空間 需求 過去說要鎮館旁邊加2.2公頃 然後弄一個新的文創園區 應該是4點多公頃 這樣子的量體其實太大了 有沒有需要用那麼多 而且文創的部分這麼膨脹 其實花了222億打算砸下去 你增加的展場面積增加6600坪 不過30%多而已 大故宮計劃應該重新檢討 但是我某種程度也支持 你提出一個合理的改善的計劃 然後要跟台北市政府好好的來協調 我來自台北市 台北市現在提出士林再生計劃 獨缺一塊 就是整個大故宮周圍外雙溪的規劃 因為是pending在那裡 等著大故宮到底要不要上路 台北市政府其實也不期待大故宮 做這麼大的規模 也有非常多的意見 您要跟行政院做溝通 不要忘了要跟台北市政府做溝通 這未來士林再生計劃整體的規劃 應該一併來思考 更何況柯文哲市長在士林再生計劃裡頭 故宮旁邊中正路中山北路口 有一個萬寶坊之那塊地 他其實也想打造成為一個文創原地 如果他那裡已經有一個文創原地的規劃 那你大故宮計劃又要再做一個四公頃多的文創 其實就可以做結合 我做這樣的提醒丟給您 然後我也肯認你曾經提的 故宮要扮演文化引擎 串聯南部或北部的博物館區 這是一個進步的思維 而講到大故宮北部的計劃 其實您有提到是不是故宮的部分展建 甚至可以到士林官邸來展 或者是有其他立委提出 到中正紀念堂來管來展 您認為這都是選項嗎 沒有一定的立場 將來我們希望說走出原來的外雙溪 走到更多的地方 好 那我目前可以這樣做個結論 大故宮計劃的本質可能會往一個調整的方式去處理 然後另外延伸跟現有的管設串聯成為一個博物館群 這個思考也是可能的方案 好 我們後續再來討論 好 我給您的提點最後一項 下一頁 故宮應該就是世界的故宮 不要過度依賴單一國家的客員 我們要積極拓展國際觀光客 我們深化兩岸交流 雖然很遺憾 報載北京故宮說 院長說要終止跟台北故宮的合作 您有明確收到這樣的訊息嗎 我是沒有 是看到 媒體 所以目前官方沒有這樣的消息 好 我希望是沒有 我們一起努力 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原則下 兩岸的故宮 兩岸的各項文化交流 是應該深化交流 本席支持 再來擴大國際的連結 推動文化外交 這您非常有經驗 一定要做好 然後打造一個世界文化的品牌 這也是您的一個方案 世界的故宮 這是我們最宏觀的想像 來 最後 下一頁 中課 越來越低了 路課越來越低 這是轉機 這不是壞事 下一頁 我們就提高 目前已經快速回到前一頁 快速萎縮的日課 韓課 歐美課 這是轉機 好 下一頁 我最後做個結論 故宮是什麼樣的故宮 除了我剛剛說的 人民的故宮 創新的故宮 台灣的故宮 世界的故宮之外 回到博物館的專業上 它是一個去政治化 去中心化 它要從過去一個政治性的博物館 轉化成為一個現代專業博物館 我想您記得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最後一頁喔 這個是法國羅浮宮分館 朗斯分館 它2012年開幕 我2013年馬上去 那 它去中心化的作為 文化下鄉的思考 尤其它 把羅浮宮 這麼一個 具有位高隆重的 傳統的 跟故宮這樣子 過去充滿宮廷 焦氣的這樣子的一個 博物館 差不多多少 可是它去中心化 它透過建築的設計 它透過策展的方式 展示的方式 它透過整個清明的作為 包括它的點藏 是隔著一個大透明 玻璃 大家可以看到點藏 是這樣被點藏 這是教育 博物館的教育 它透過修復 也讓公民可以看到 修復是現場的修復 這是藝術的教育 文化的清明 這是去中心化的 新博物館的一個新的樣態 不管是用在北院的 大故宮計畫的改造 或是適用在現在 南院的分工上 我們的法國羅浮宮 朗斯分館的經驗 都值得我們接近 那抱歉 今天我講的比較多 希望您能夠把 我很多的提醒 能夠納入您政策的內涵 我們或許再做交流 謝謝院長 加油 謝謝 謝謝 我們待會兒在黃歐樹委員 質詢完以後 我們休息十分鐘 避免院長太累 現在請張亮外建委員 趕快蠻有準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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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好 主席好 我想請我們院長 院長請 院長好 你現在還疲憊嗎 比較好 輕鬆一點 我想剛才從幾位委員的諮詢裡面 我覺得 我很好奇就是說 你過去其實在經營這個文化場館 藝術館 像國美館 奇美博物館 或公益館 我想這些場館 都是 你過去的經驗都非常的有成績 那故宮當然非常特別 故宮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 特殊的一個組織 它是屬於總統府 那它也不是一般的國立的 所謂的國立的場館 當然它的性質上是 那你個人在接到這個任命的時候 你個人對這個故宮 包括現在的北院 未來的要大家委員提到說 這個要不要進行這個大故宮的計畫 還有這個南院 目前一直還沒有辦法驗收 也有一些問題 那你個人當時接任的時候 你的想法怎麼樣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其實的話 當時想法就是說 在公務體系執行各項業務 都有它的一些限制跟挑戰 那但是的話 你覺得你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你來了之後 是剛才委員諮詢的那個大故宮計畫 還是南院的問題 這一些都不是說很大挑戰 都不是 那你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反而的話就是說 原有我們提的就是說 故宮它的能量 能不能在台灣的一個文化 國際的一個形塑上 它能不能達到 另外的話就是說 針對未來 國內的話 整個博物館事業 它的一個發展 到底能 故宮能在領頭羊上 能做什麼樣的一個著力 然後跟貢獻 我簡單的講 就是說 其實剛才大家已經探討很多了 那你認為你最大的挑戰 到底是什麼 挑戰的話還是在 其實的話 是什麼 就我來講 在有的概念 或者說 將來做的一些方向以後 我就會很具體 將來會有策略跟方向 目前的話還是在 人力跟經費方面 我想問一個也是相關的問題 像我們其實剛才 許智傑委也提到 像故宮南院 他說他送 他本來看到 可以在去年的12月28號 能夠如期的來試營運來開幕 他送了100份的雞排 現在他要回來 為什麼 因為整個故宮開幕之後 還像工地 那也有一些 南院 還有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 包括我們看到的 所謂的這個 會漏水的問題 電梯會卡住人的問題 還有這個所謂的 送的這個授手 他不是公共藝術 他的定位到底是什麼 怎麼會出現在故宮南院 還有現在 今天的報紙又出來 都還沒有驗收 為什麼已經急著在 論功行賞 像這樣子 南院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的定位 到底是亞洲藝術文化館 還是真正的故宮南院 你剛才對我講的這些問題 你對故宮南院 那你具體的想法是什麼 就這些工程上 未來我是覺得說 像以往我有很多 像工程之心的經驗 所以並不會很擔憂 那擔憂就 他的一個能量 就是未來的話 我們把對於南院 他在 我想喔 剛才 剛才委員提到 南院的定位到底是什麼 還有蘇委員也提到了 是 故宮南院的定位到底是什麼 因為如果他的定位清楚 也會牽涉到大故宮計畫 他到底是要照原來222億 這樣子的一個龐大的計畫來推動 還是說做部分的改善 減縮量體 那這都有關係啊 我甚至還要告訴你 其實最大的問題 過去從2008年 故宮為什麼要 我現在從這個故宮南院講到北院 故宮北院為什麼會 起這種大故宮計畫 都是講人快爆了 人太多了 所以要趕快來改善 所以要做所謂的大故宮計畫 可是 你也知道今天 今年政權一交替 我想我們從統計的數字來看 從2008年 當時的故宮只有224萬的參觀人數 到2014年 突破到540萬最高點 去年還有529萬 那這個是從過去 路客都沒有的狀況 路客到去年都還 來到了418萬 那如果他 像北京的故宮已經先講 所以我們要中斷 跟台灣的故宮的來往 雖然你是從媒體上看到這個訊息 那很顯然的 現在 未來 我們不曉得這個路客的增長的速度 我想快 你這幾天接這個上任之後 你到底有沒有去看 這幾天 故宮的參觀人數 有沒有明顯的減少 因為每天我會看報表 有沒有減少 五月來講 它是有減少 減少多少 減少的那個原因 五月的話 比去年的話 差不多差4萬多 接近5萬 百分比是多少 百分比的話 它是假如以20萬去算的話 差不多會減少20% 但是一到四月的一個狀況 它並沒有減少 因為當時的限縮還沒有開始 大家都在講520之後 是 所以我想 這麼明顯的一個人數的減少 事實上也對過去我們所做的大故宮計畫 其實也會產生影響 你個人 所以其實過去很多學者專家 其實也在談到 包括我們的民意代表居民都在談到 其實大故宮計畫 它的這個 你現在新任 那它現在面臨的路客 很可能會減少 我剛才提到那個數字 我們看那個相關關聯性 其實是非常非常關聯的 我想在540萬2014年 那樣的一個人數 讓故宮的參觀人數 已經衝到世界排名十大博物館裡面 它已經是算很前面的 而且不斷的在進展 可是如果我們光從這個人數來看 我們很可能未來幾年會下降 那你 我剛才問你說 你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其實就是 我想這個就是最直接的挑戰 可是危機也是轉機啊 我在問說 你到底 到底也接了這個故宮之後 你到底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危機 其實我覺得這最直接的嘛 大故宮的計畫要不要修改 故宮南院的定位 要不要好好花費 他的角色 是不是一定 非得再去啟動大故宮計畫 所以說你能不能具體的 我看你剛才回答 所有的委員都非常保守啊 都要開公聽會 都要了解之後才要回應 我覺得你在接這個任務之前 我想你一定是有一些想法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透露一下 分享一下 是 大故宮計畫 將來我們勢必會檢討 剛才 吳委員他也提到了 很多給我們很好的一些意見 具體的檢討方向是什麼 我剛才提到幾個問題了嘛 故宮南院真的已經開幕了嘛 他的角色定位已經是 他角色定位 你能不能再做再定位 第二個 路客的減少 他的量減少 是不是我們是危機化為轉機 開始好好思考定位 這個場館的定位 這個故宮的定位 包括北院 南院 這都是一個轉機嘛 對 所以這個會牽涉到 你接任之後 其實你的挑戰相當的大 這一些的話檢討也當然會 考慮到整體台灣博物館 他事業發展 跟他整個未來怎麼樣去 推動那個博物館社會教育上 要會整合去思考 對 院長我想 你去過南院了沒 去看過了沒有 我南院去了很多次 但是的話上禮拜六還是去了 你上禮拜六去 那現在南院 他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南院的話蠻多問題 蠻多問題的 是 剛才也有提到 就工程方面 軟體未來的規劃方面 或者說未來的話 跟地方的一些人情 那裡還有第二期第三期嘛 對不對 還有第二期第三期 沒有 不是 我是說那個BOT 是BOT的部分 第二期第三期 將來還會有這些問題 是 你知道 故宮南院裡面 我也從這個參觀過的 這個遊客裡面去提到 它裡面 你有吃過裡面的餐飲嗎 沒有 沒有 是 你知不知道裡面的一碗牛肉麵多少錢 我知道蠻高的 蠻高的 但是 500塊 500塊 那個我看到的時候真的嚇一跳 我想去參觀的時候 我們陳學勝委員怎麼沒有 趙委怎麼沒有請我們去吃牛肉麵 就是那一碗 那一碗牛肉麵500塊 那一次沒有請我們吃 那我當然 當然我也 我想 這個牛肉麵也是台灣的飲食文化 其實我們 我不是說 當然它的價格當然定位是 包括它的行銷策略 我們都沒有意見 只是說 到那裡之後發現 很多消費者在講到那邊的價格的問題 那附近完全沒有其他的 我最後提這個 附近沒有其他的餐飲 非常荒涼 那去到那裡 想要去用餐 他發現其他的餐飲都價格略貴 然後去弄了一個廠房 冠軍牛肉麵 我上Google去找 這個台北 我知道台北在辦這個牛肉麵姐 有很多的冠軍牛肉麵 我看來看去 我看到這個 跟它價格相當的 只有一個精華的冠軍牛肉麵 大概480元 380元 大概是那個價格 可是那一碗 500塊我是覺得 我不曉得它策略上怎麼定位的 我只知道說 你剛才煩惱的 故宮南院的一些問題裡面 也包括餐飲的問題 聽說他的衛生也出了問題 在檢驗的時候也出了問題 所以我想整個 到我們回到 我們今天要進來這裡質詢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 自由時報的那一則報導 我就覺得非常諷刺 就是說 我們都還沒有驗收 問題還這麼多 那台灣的這些場館的 這個營運哲學裡面 最近這幾年 我發現 都是在工地裡面就在開幕了 我再舉一個例子 台中的大都會歌劇院 2014年 11月開幕 你知道2014年11月在幹嘛 在選舉 縣市長選舉 六都選舉 那個都還沒有完全好 就開幕了 大都會歌劇院到現在 文化部接手之後 到現在還沒有開幕 過了18個月了 還沒有正式開幕 那當時就已經很熱鬧 好多人上萬人都參觀過了 現在要封起來 又重新來做 故宮南院剛才 務委員質疑為什麼人會越來越少 因為他還在整修啊 漏水嘛 是不是 所以我想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好 也是為了選舉 選去搞 12月28號 再過三個禮拜要投票了 趕快開幕 現在問題又一大堆 所以我想這些問題 都是你相當大的挑戰 包括南院的問題 或者大故宮計畫 怎麼樣做調整 我覺得這些 其實將來我們在立法院 勢必都是我們很關切的問題 我覺得你應該要把這個定位的問題 還有這些策略的問題 借助你過去在經營場館的這些才華能力 我覺得你應該要 盡速進入狀況 跟我們來做好好的這個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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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委員 好 我們接著請黃鍋樹委員 好 謝謝主席 請林院長 林院長好 早 委員長 林院長說起來我們算舊室 過去當然也有一些一起努力的經驗 不過我對你的了解 你千功有禮 樸實勾矣 我不曉得有沒有辦法來擔當故宮博物館的院長 這樣的一個這麼大的任務 你知道故宮裡面都是大內高手 個個都老謀身算 我是有一點替你擔心 不過沒關係 接下來這個位置我們就努力以赴 是 你可能要很快的去了解故宮裡頭 到底有哪一些問題 故宮南院一碗牛肉麵五百塊 你要不要去了解 什麼原因 那你認不認為一碗五百塊的牛肉麵這個價格 在故宮的展館裡頭的賣店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你回答 這一部分 依照我參觀國際博物館那麼多 是偏高 偏高啊 所以要想辦法改善吧 是 好 我想跟你提的 就是 可能很多故宮裡面的很多的業務 特別很多的數字 可能你都要去了解 我也很擔心你的部署跟你呼嚨 就學生參觀的人數 其實我一直很在意這個數字 到底故宮我們提供了 免費給學生參觀的數字 到底是多少 我們 今年三月的時候 就剛剛 封明珠院長 才在兩個月前的業務報告才提出來 104年的時候參觀人數是 1.6萬 同一個104年到你今天的業務報告 突然間變成16.7萬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 我只要提醒你這個 那我今天要跟你討論的重點 是在於什麼 我們監察院有跟我們糾正 跟故宮糾正 糾正什麼呢 我們有非常多的存貨庫存 這個存貨當然包括商品 當然也包括出版品 然後有一些損害的商品 92年到101年十年間 超過1300萬 好 我們來討論一下 故宮到底有多少出版品 跟商品的存貨 這個你可能要了解 我給你看這個圖表 我給你看這個圖表 2014年的時候 存貨的總金額是7100萬 2015年的時候 去年 去年的存貨的總金額9500萬 那2016年今年 我看一定會超過1億了 近三年的存貨的成本 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 我跟你們調了資料 我想要了解 到底有多少存貨的清單 我們故宮一直都不給資料 一直到昨天晚上才給了一個資料 貨品的庫存量的清單 你知道有多少件嗎 有72萬多件 故宮現在庫存的總共有72萬多件 好 裡頭最多的是書籍庫存數 就出版品 有47萬5千多件 明信片有13萬件 仿製品有2萬3千多件 好 其中這個出版品的庫存數 最多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叫故宮文物月刊 其實這本月刊 這本期刊編得蠻好看的 但是印太多了 你有辦法印那麼多 你就要想辦法讓那麼多人看 結果你知道這一本印字精美的故宮文物 你知道庫存有多少本 我給你一個數字 有26萬本 有26萬本 你們還有學術記刊那個 我都不算了 光這一本 就26萬本 總金額多少 5200萬 放在倉庫裡面 這個都監察院在糾正我們 我這個數字 你們沒有給我 我去預算中心要的 你知道 26萬本的故宮文物月刊 這個量到底有多少 我給你一個想像 如果我們這樣子疊 一本一本這樣子疊 你擺在家裡頭 你會怎麼存它 就這樣疊吧 你知道疊起來有多少 你曉得吧 疊起來可以有4.1座的台北101 這麼高 我一點都不誇張喔 這一本出版品 這一本期刊的厚度大概0.8公分 我們總共有26萬本 除以101的高度508公尺 總共有超過4座的台北101 那你會不會覺得太可惜了 光這一本喔 我還沒有講其他的出版品 光這一本 好 那我現在問題來了 你要把它放在哪裡啊 院長 這些出版品現在都放在哪裡 放在倉庫嗎 你哪來的倉庫這麼大 所以這個也是我第一天去就任的時候 就先看的 所以包含到南部的一些出版品 所以我會將來會努力檢討 在以前我在7月 你先回答我 放在哪一個倉庫啊 你哪來哪一個倉庫有辦法有4座台北101 這麼高的容量來放這個過期的出版品 他是在我們行政區 第二行政區 對嘛 你們有 對嘛 所以你要推大故宮計畫 我看推大故宮計畫 先改善這些庫存的 庫存的出版品 未來我希望大家真的 將來跟廠商簽訂出版的話 用開口合約 然後要多少再加印 那當然的話就是說 我還是希望說 以前我在包括在奇美博物館都 希望推零庫存的這樣的概念 未來的話這一部分我們會來努力改進 其中有一期啊 340次期 光這一期啊 就有超過6000本的庫存 所以這個量是很驚人的 那不只啊 不只這個故宮文物啊 還有這一本啊 《精彩100》 《國保總動員圖錄》 就當年為了慶祝建國100年 就為了這個活動所出版的 《精彩100》 這一本書啊 印了 現在庫存多少本 5000多本 它的金額高達600多萬 放在倉庫啊 600多萬的東西就放在倉庫 好 下一頁 這一本啊 《柏尼幻化》 這一本書 7000多本 它的金額300多萬 好 下一本 這一本《集金藥材》 8000多本庫存 金額400多萬 好 再來 這一本很有名啦 知道了 這一本啊 庫存竟然還有8000多本 這一本還算暢銷的 竟然還有8000多本的庫存 這一本的總金額啊 可以去訂這一些 因為這個像這一本知道了這個 它是一個滿暢銷的 這到底印多少 將來怎麼印 包含到我剛才提的那種開口的一個印刷合約 那這個的話 你大概有兩個事情要處理啦 庫存的 你怎麼先處理啊 這麼多了 佔了我的故宮的倉庫 我怎麼處理 這個是放在外雙溪嗎 那個倉庫在外雙溪嗎 你知道嗎 我知道 確定是在外雙溪 已經去看過了 對啊 外雙溪我們 保存那些珍貴的國寶的空間 都很有限的 我們還有剩餘的空間可以存放 那麼多的庫存出版品 那你總是要想辦法出清嘛 你怎麼處理 庫存的怎麼處理 是 庫存這一部分 我想因為我還不知道 對嘛 銷售的一個量 那誰可以回答 誰可以回答 這是 我們的那個 跟委員報告 我是文創行銷處處長 處長 對啦 處長 是是是 處長 跟委員報告 其實你剛講這基本都是加印的 才有目前的數量 因為它都賣得很好 所以都加印 就是最近這幾期一直在加印 那跟委員報告 我們每個月開一次產銷 那你精采100 建國100年還加印喔 那個都有加印 因為就是都賣得非常好 就是陸續都進行加印 那你也未免加印太多了吧 因為一次加印大概至少2000本 那你故宮文陸加印嗎 故宮文陸是這樣 故宮文陸我們把前面幾期 1到360期成套 那之前其實兩岸交流 比較熱絡的時候 其實大陸的市場其實 每次進這個成套的1到360期 這個成套其實 進得非常好 銷得非常好 現在還有那麼熱絡了嗎 最近因為好像是小三通 那個破誤的這一塊的碎率 當然都有原因啦 反正這是一個事實啦 那你現在庫存 你總是要出清吧 那個數量我回去再查 再給委員 你告訴我要怎麼出清啊 你總是不能永久的放在你的唱庫裡頭嘛 這些出版品啦 我回去的話 逐一的去檢討 看怎麼... 你總是要有一些策略嘛 是 我建議啊 你們可以考慮 送這些好的出版品給片箱學校 那我也希望 故宮要提出 這些出版品過剩的改善說明 你們要如何做嘛 那再來 你們未來還要印製非常多的相關的出版品 那你們要稍微控制一下 要吧 監察院都已經對你們提出糾正啦 你們保存這麼大量的出版品啦 不只佔空間 而且還擔心他們損壞 而且你們還要付出維護的成本 這個量太大啦 所以院長 你就任以後 任務非常繁雜啦 責任重大啦 先從改善出版品的庫存數量 先著手 那至於這些大內高手 老謀勝算了 我以後再慢慢告訴你 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讓院長好好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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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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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很辛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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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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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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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